宇昌案说解密解除了大乌龙 特征组还同步搜索侦办 飞快进度令人不解 相较于引起社会哗然的梦想家 检翻侦办极度消极 从11月初梦想家爆出争议 拖了将近三礼拜 18号甚至仍下台断尾求生 23号民进党提告 北检进入分案程序两天后 目前还是以他自然调查 丝毫没进展 但是宇昌案一解密 12月12号刘亦如开完记者会 特征组火速主动三案 分案发动侦办 但搞乌龙13号道歉 特征组还是进入经济会 等政府机关调券搜索办下去 我也同意是没有法律假期 如果这里面真的有什么 侦办的必要的话 我们的法律确实赋予 极大的审酌空间 包括什么时候办 因为人民会比较 譬如说现在就立刻就有人讲说 那这个梦想家事件的时候 特征组的角色看起来就消极很多 那这个时候特征组的动作 这么大难免就起人移动 法界人士质疑不是没道理 因为选前特征组大动作 方向几乎和刘亦如开的记者会内容 一模一样 这份国民党团的文件日期 96年3月31号 其中一位蔡英文的英文名字 但是民进党团另一份 同样是TiNet投资说明书 原始文件没有附注文字 时间是96年8月18号 刘亦如记者会列出五大疑点 如今证明搞了打乌龙 特征组仍旧按照刘亦如 乌龙版本办了南华 宇昌甚至抬帽三案 特他自案查办 荒腔左版的剧本继续演下去 三连新闻众报导 三月31的周深 三月31的周深